拒絕煙害 享受純淨生活 Don't smoke it 台北市長蔣萬安與藝人台志源 合體演出煙害防治小短劇 共同宣傳煙品不僅危害健康 更對職場人際關係 家庭有很大的影響 影片宣傳邀請市民朋友 化聚煙為行動 台志源也擔任聚煙大使 分享戒煙心得 其實戒煙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觀念 它其實不是意志力 你的觀念改變了 你就會戒煙成功 所以戒煙這件事情 不是慢慢來 而是立刻做 也就是說 什麼叫做戒煙呢 就是現在就不抽 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 講到我自己本身的戒煙 我自己本身 我是27歲戒煙的 可是我是13歲就開始抽煙了 那麼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同儕之間的影響 所以這個同儕我不能說我的朋友不好 其實是我害了他們 因為很多我的朋友到現在還抽煙 他們還在對我有所怨對 因為是我教他們抽的 但是我卻有一天在27歲的時候 我有一天 那時候很流行一個煙 是黑色的煙 我不想講它的名字 那個時候那個煙很貴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那條煙可能要2000塊錢 大家去查可能知道是叫低開頭的一個煙 OK 然後呢 有人送了我兩條煙 然後我拿那個煙的時候 我就在想 這個煙這麼貴 我要不要繼續抽呢 然後有一天我就在想 如果我再繼續抽的話 我會怎麼樣呢 然後我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說 如果你學佛法的人 你在學佛的人 如果你抽煙 可能 他是說可能 會影響你將來往生的路徑 他可能會讓你前面一片迷茫 我的心裡就覺得很迷茫 就是我今天是學佛的人 然後我今天如果是不能往生的 我就學個屁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 我可不可以戒煙呢 那我自己想了兩個問題 第一 我吃飯以後怎麼辦 第二 我大便的時候怎麼辦 後來我發覺這都不是問題 因為我還是要吃飯 我還是要拉屎 所以戒煙跟這兩個東西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當下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好兄弟們 我跟他們講說 我要戒煙 他們都是我的神經病 兩點鐘你打來幹什麼 我真的跟他們講 但是這是一個 I think promise is promise 所以你要 always keep your words 就是你要一直 信守你自己的諾言 我當我跟我所有的朋友 講完以後 我再也沒有受過煙 近年出現的電子煙加熱煙 也含有擬古丁 及有害為例等 對人體產生危害 煙害防治新法已經全面禁止 並且為維護兒哨免 避免於加熱煙的誘惑 台北市實施優於全國的防治兒哨煙海政策 規範高中職以下學校周邊50公尺內全面禁止販賣供應或展示加熱煙 我們也做了很多努力 包括第一 我們率全國之先 第一個訂定 我們台北市新興煙瓶管理自治條例 在去年三月正式上路 那我們對於現在很多新興煙瓶 不管以前有紙煙水煙 雪茄等等 現在有電子煙加熱煙 在中央煙害防治法修法之後 我們是全面禁止電子煙 嚴格納管加熱煙 但台北市我們去年三月上路的自治條例 我們對於高中職以下學校50公尺內 我們是禁止販賣供應廣告或展示任何這些新興煙瓶 我們認為台北市我們要做一個指標性 拒絕無緣環境的模範城市 我們很高興今天聽到 事實上台北市政府過去也已經很努力的 從法條上 從管銷上去做很多選擇 我想對台北市 可能不只台北市 整個台灣 我們全國都會年代受惠 所以我們要從各個管道來嚴禁這些延安 從台灣沒有煙害防治這個概念 到孫悅孫蘇蘇蘇蘇打出的第一炮 人人有權聚效的手煙 一直到現在歷經了40多年的時間 從我們的父子輩大家都吸煙 到現在大體上我們有很完整的煙害教育 尤其我們的首三十都台北市 還有比我們的母法煙害防治法更先進的 高中子以下校園周邊50公尺內 是不得販售新興煙瓶 不能廣告製造速度販賣 就是行銷新興煙瓶 尤其可能即將開放的加熱煙 這都是盡可能的走在法律的前面 為我們的年輕世代多一層的保護 那世界衛生組織呢 在2021年的白皮書裡頭 他就強調 煙草公司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讓我們的下一代年輕一代 對尼古丁繼續成因 而新興煙瓶是煙草公司的主要的捷徑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裡頭 開中民意所講的部分 所以煙草公司他運用 那這一次我們的台北市的一個影片裡頭 我們看到我們對大專校院的大學生 我們對年輕的社會新鮮人 我們對上班族 我們還有對年輕的新手爸媽 就是做了一些直接的教育宣導 而這些35歲以前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世界衛生組織所講的 新興煙瓶的主要target 主要的一個對象 所以台北市又是走在全世界的一個前端 又是再對一個年輕世代 做一些的一個直接的一個宣導 台北市目前有266家合約戒嚴醫師機構 及12區健康服務中心 提供專業的戒嚴服務與衛教 幫助市民成功戒嚴 歡迎有需求的民眾多加利用 記者汪君 台北不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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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